骂人的时候,生气的时候,你要觉悟到,这个对自己伤害非常严重,非常严重,伤害别人只有三分,伤害自己有七分,你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,你还干不干这个事情。 你骂人,甚至大人,生气,自己受伤害大了,几天都恢复不过来。 这个道理要懂,而且还有一个麻烦,如果对方没有涵养,你骂他, 他会记在心里,就变成了仇恨。 他现在没有能力来反抗你,到他有能力的时候,他就来报复了。 怨怨相报,没完没了啊,这个才苦了,痛苦了。 所以,佛菩萨教我们呢,在这个世界呢,最重要的,不能给人结缘仇。 可是一般人不懂这个道理,有意无意都得罪人,得罪人就是给人结缘仇。 所以你自己,这一生当中,想做什么事情,处处有障碍,那是什么呢? 冤家债主太多了吗? 没有人肯帮助你,只有人来障碍你。 原因就是自己,这是过去深重造的,现在不忏悔,现在不改进。 你的前途会越走越困难。 对自己没有好处啊,尤其是自己在有权,有地位的时候,很容易犯这些毛病。